今天的國會可以聽到有一群青年的聲音 仍然還是這樣要求著 所謂的獨裁 所謂的威權統治 為什麼在2024的今天 還要存在在這個台北市最精華的中心 甚至它是國際觀看客都會來的地方 難道我們台灣人對於歷史 我們都是這麼冷感嗎 或我們沒有 我們到2024的今天 難道對過去沒有更多的反省嗎 我希望大家可以去想想 彼此還可以做些什麼 那今天先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謝謝